搭配刑警前往办公大楼进行搜索 里面其实是诈骗集团水房 桌上电脑全被一一查扣 这回总共11人被逮 3人被羁押 当中这名主贤也是水房负责人 他其实还有律师身份 这名律师刘丽恩除了是事务所主持律师 也曾是商会公司董事长 甚至当过知名健身房委任律师 而他经营的第三方支付平台西曼科技 被查出替诈骗集团洗钱 警方不只查扣上千万元的现金 还有四辆名车名贵茶叶以及名酒 并申请扣财1亿元不法金流 这件西曼科技从去年6月到今年8月 协助赌博诈骗公司代收代付帮忙洗钱 等同水房 15个月经手制造323亿 收取手续费多达2亿7千万 支付赌客赌金248亿 获利至少6亿元 不过他被收押住进看守所 还有一名比他更知名的室友 微经集团主席沈庆金 又坐轮椅现身北检第五度提训 原来他们在看守所曾同房 两人经常聊天 被质疑会让他在进建期间 成为小省的军师 刘丽恩还因此被索方紧急换房 虽然他的涉案金额也不小 还成为警方打炸反A成果发表 却也意外和审庆金有所连结 TVBH运动社会也太不到